花莲0403大地震引起国际的关注 日本橙污拉面有限公司社长丽景郑志 日前跨海送暖 亲自到花莲市公所捐赠100万日元 而他的三位友人也热情地加码21万日元 共计捐款121万日元 将全数驿注花莲市慈爱基金 希望帮助到弱势地震受灾户重建家园 日本橙污拉面有限公司 在日本有30家的连锁店 在0206地震时 曾经跨海在各个分店放置募款箱 汇集日本民众爱心为花莲来应援 而这次看到花莲再度因为地震重创 他们也立刻发起募款 汇集了来自日本各地客人 还有民众的爱心 企业同时也补足总共有100万日元 由社长丽景郑志跨海亲自送到花莲 这次主要来台湾的目的就是 来这边然后把我们日本那个 代表日本橙污这边的募金的部分 交给花莲市这边 希望代表我们一点心意这样 各个店有设置募款箱 然后募款箱再加上 我们橙污这边的一些总共金额 然后就是一个合计的金额100万这样 收到来自日本的爱心善款 花莲市长魏家燕非常感谢 也特别陪同我们的 利景老板来的我们芝麻开门的购源钢老板 那一同再来捐赠100万的一个日币 那刚刚也有分享到是说 他们放置捐款箱在各个分店里面 那不只是员工 那可能还有我们的一些用餐的民众 那汇集了我们这些善款 然后捐赠到我们花莲市公所来 那在这边他另外又捐赠了24万 是他三位的朋友 特别请他带过来的 那在这边真的非常的感谢 那我想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姐妹 或是友好城市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再次的也跟大家说 这笔善款我们会善加利用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爱心的好朋友们 市长魏家燕表示 施工所会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善款 运用在最适切的地方 帮助更多有需要被帮助的民众 节日会欢视报导 谢谢大家